你好,欢迎来到医学通识五师奖,我是博士宁 有了病才吃药,这几乎就是个常识 但是咱们今天说的药,却是给健康人吃的 咱们知道,人是这个地球上唯一一种不以繁衍为主要目的而进行性交的物种 但是,性交又很难和繁衍分割 所以女性参与性活动,代价远远大于男性 首先就是过度生育问题 这会让女性没办法工作,依附于男性,生产过程有风险 还会带来疾病,死亡,贫穷,社会负担也会过重 其次,意外怀孕又带来了堕胎问题和身体伤害问题 避孕药就是用医疗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核心 它是药的升级,它主要不是为了治病 但是却用药的形式把女人的身体还给女人 权威期刊《英国医学》杂志 把避孕药评为医学的15个里程碑之一 和抗充素,疫苗,DNA的发现并驾齐驱 经济学家杂志把避孕药看作是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进步之一 在西方国家,女性常规服用口服避孕药来避孕的比例是30%到50% 但是在中国只有2.3% 口服避孕药又是被误解最深的药 今天咱们就来谈谈口服避孕药 避孕是刚需 在没有避孕药局的年代,人们是用了各种各样神奇的招数来避孕 比如把柠檬切成一半挖空,塞到阴道里 或者用羊的盲肠来当避孕套 还有更残忍的是喝水银 这些方法不仅避孕效果不可靠 主要是对女性的身体伤害很大 在20世纪60年代 即便是在避孕药的娘家美国 也不能够谈避孕,谈避孕违法 为啥呢? 当时的人们认为有了避孕的东西会让人变得淫荡 会增加偷情的概率 而且有信仰认为避孕违背了自然法则 这才是言耳道零 请问道德问题和避孕有啥必然的因果联系呢? 但是就是有这么一个草胎班子 感冒天下之大不韦研发避孕药 这个团队有三个人 第一位是一位坚决推广女性避孕的社会改革家 他叫桑格 他的母亲在怀孕第18次的时候去世 他目睹了反复生育给女人带来的痛苦 桑格负责宣传 第二位原本是哈佛大学的天才叫平克斯 他给兔子做体外受精 实验成功了 但是他却被开除了 理由是亵渎生命 这个人负责动物实验 第三位是位妇科医生洛克 他负责临床实验 严格的临床实验 是药品申报必不可少的环节 这个小团队啊 你别看小 但是分工明确 最关键的是 一旦避孕要研发成功 在未来必将产生巨大的收益 收益是什么呢 对 把女人的身体还给女人 有痛点 有团队 还有巨大的未来收益 这个时候啊 投资人出现了 一个非常有钱的女人 凯瑟琳 国际收割机公司的老板娘 这个人啊 有钱 但是非常不幸 她的老公是精神分裂症 不适合生育 所以啊 凯瑟琳也坚定不移的赞成科学避孕 研发的过程啊 很曲折 咱们也就不详细说了 但是啊 还真就研发成功了 到了1957年 避孕药通过了全世界药品审批 最严格的美国FDA 但是啊 FDA当时耍了个小话招 你不是不让谈避孕吗 那我把这个药啊 劈成治疗月经不调 在药品的说明书里 我给你补充一句 它的副作用是阻止排卵 不排卵不就等于避孕吗 你看啊 这个美国FDA 这就是用科学的外表 来表达人文吗 药一上市 很快啊 医生们就发现 有大几十万的女生 都跑过来开药 他们啊 都说自己月经不调 很显然 他们是奔着这个药的副作用 避孕来的 到了1960年 美国FDA啊 索性重新审批 不管那么多了 就叫避孕药 从此啊 这个充满魔力的小药丸 让性爱和声誉分割 让女人可以自由的控制声誉 这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真正生理意义上的 把女人的身体还给女人 虽然避孕药可以名正言顺的避孕了 但同时啊 也带来了新的烦恼 有些女性因为痛经到医院 医生给开口服避孕药 他们啊 只能偷偷摸摸的吃 为啥呢 就是因为这个药的名字 叫避孕药 其实 口服避孕药的作用 可不仅仅是避孕 它还能治病 它对于挫疮 功能性子宫出血 效果都很好 有研究表明 对于子宫内膜异危症 引起的痛经 缓解疼痛的有效率 可以达到79.7% 除了治病 你肯定想不到的是 对于不孕症的病人 口服避孕药 甚至可以辅助怀孕 比如 多囊卵巢综合症 这些病人就是因为 激素水平紊乱了 导致不孕 口服避孕药 就可以调整月经 等到月经调整完毕之后 需要怀孕的时候 再用其他药物诱发排卵 这样啊 很多女生 就可以成功的怀孕了 除了避孕 治病 帮助怀孕 口服避孕药 还能够用于人工控制月经 在一些特殊时期 比如高考 比赛 游泳 这个时候啊 用口服避孕药 人为的控制女性月经 让她错开这几天 过几天再来 另外 已有的研究证据表明 口服避孕药 对于减少某些妇科癌症 还具有一定的作用 长期服用 可以让子宫内膜癌的风险 减少50% 让卵巢癌的风险 降低40% 而且 即便是停药后 保护作用 还会持续很久 所以 口服避孕药 只能用于避孕 这不对 这是对它的第一个误解 第二个误解 就是认为口服避孕药是激素 会有副作用 会变胖 其实 咱们今天说的口服避孕药 是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合计 这和临床上引起发胖的 糖皮脂激素 是两码事 少数病人呢 确实在服用早期 可以有轻度的水肿 体重增加 但是啊 非常轻微 持续服用 这种作用 也就越来越小了 还有人认为啊 口服避孕药会影响要孩子 这就更是误会了 口服避孕药这个月停 下个月就可以正常怀孕了 但是呢 必须说明 口服避孕药也有一定的副作用 它最大的副作用 就是增加了静脉血栓的机会 所以 35岁以上 吸烟 或者啊 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女性 就不推荐使用口服避孕药了 关于避孕药的第三个误解 就是把口服避孕药和紧急避孕药混淆 不敢吃口服避孕药 但是啊 却不拒绝紧急避孕药 根据药店统计 每年情人节过后 紧急避孕药的销量啊 都会增加50% 要知道 口服避孕药和紧急避孕药是两种东西 两码事 口服避孕药呢 主要是通过抑制排卵 防止怀孕 副作用很小 而紧急避孕药是阻止了受精卵的着床 它的副作用啊 远远大于口服避孕药 口服避孕药让性爱与生育分割 这是让女人能够为自己身体做主的关键一步 但是啊 医学所做的远不止这些 接下来就是想生的时候 可以安全的生 把生育和死亡分割 在以前 生孩子全凭运气 生孩子被看作是女人的一只脚 踏进了鬼门关 为什么这么说呢 没有科学的接生手段 只有一些没有接受过任何医学教育的老人 充当接生婆的角色 根据统计 在世界范围内 80%的孕蝉腹死亡 是发生在生孩子这个过程中的 主要死因啊 是严重的大出血 感染 妊娠高血压 还有难产 生育这个过程 给女人的身体 甚至生命 会带来巨大的威胁 只要是发生了大出血 或者啊 娃娃的头部太大 很难通过产道的时候 或者啊 胎儿体位异常 胎位不正的时候 那多半情况下 就是产妇死亡 或者是一尸两命 医学 让这个生孩子的过程 在熟练的医护人员的辅助下进行 有了专业技能的助产室 产科医生 麻醉室 这个生产的过程 变得更安全 手术可以处理大出血 风和撕裂的产道 有效止血 各种助产技术 可以在胎位不正的时候 辅助生产 危急的时候啊 还可以进行抛工产 抗中素和无菌操作 又减少了微产期的感染 建国初期 我国孕产夫的死亡率 是每十万人死亡1500人 在2018年 这个数字啊 是每十万人 18.3人 大约下降了99% 这就是我想说的 医学让生育和死亡分割 女人想生的时候啊 就可以安全的生 这也是一种伟大的进步 不想生的时候就不生 想生就能安全的生 接下来 医学还能够让女性 想什么时候生 就什么时候生 这就是啊 让生育和年龄分割 有些女生年轻的时候不想生 想工作 想轰轰烈烈的恋爱 想玩 或者啊 想做对她更有意义的事 或者呢 是不想和现在的伴侣生 但是啊 女性的生育力 在35岁以后啊 就会快速下降 那现在不生 万一哪天后悔了咋办呢 动卵技术 就是一种后悔药 这同样 是把女性身体的自主权 还给了女性 根据网络报道 苹果 Facebook 还有啊 协程公司 都相继出台了 给女高管 报销动卵费用 还有啊 带新年假等等等等措施 鼓励他们为事业先奋斗 我介绍一下 冻卵 就是把卵子取出来之后啊 放到保护液里 然后啊 立刻投入到 零下196度的液氮里 保存起来 就像瞬间被冰封到了玻璃里面一样 所以呢 也被称为玻璃化冷冻 需要的时候啊 再取出来复原就可以用了 当前的医疗技术 还没办法保证 冷冻卵子啊 百分之百的能够复原 能够受孕 而且 根据国际惯例 保存期啊 通常也不超过五年 根据美国成功率最高的 新泽西的一家 辅助生殖中心报道 冻卵复原后 成功怀孕的比例 最高啊 可以达到61.3% 当然呢 这是要求必须在35岁之前冷冻 如果超过40岁再冷冻 这个成功的比例 就会降低到44.6% 但是在未来 随着医学的进步 这项技术一定会做到成功率越来越高 安全保存年限越来越长 给更多女性提供更多选择 我来总结一下 第一 口服避孕药 让生育和性爱分割 第二 专业的助产技术 让生育和死亡分割 第三 动卵技术 让生育和年龄分割 最后 我也送给你一句话 未来一定会来 让他准备好了再来 我是博士宁 咱们下讲见